新闪家有一名男子因为跟前妻有感情问题发生争执 他居然气不过就跑到对方工作的清洁队来闹事 不仅大声叫嚣 还用石头把前妻车子挡风玻璃 车窗给砸出了很多个大洞 脱续的行为让其他的清洁队员都看傻了眼 立刻报警处理 穿着拖鞋白衣短裤的男子举起大石头就对车子猛砸 白色休旅车后挡玻璃被砸破 巨大声响吓得小狗掉头就跑 同事的前夫 前夫 然后就在台风天趁着大家都出勤的 这个人力比较少的时候就 就直接开车进来 也没有讲什么我就出来问他 然后他不知道叫嚣什么 然后就下车就砸了 10月5日上午9点多 花莲北浦清洁队停车场 一辆休旅车被闯入的男子砸毁 警方获报立即调阅监视器锁定犯案男子 并通知道案说明 原来下手的男子是女车主已经离异的前夫 被害人不姓女子 之前以其前夫秦姓男子因感情问题而争吵 那秦男心生不满 于是自前妻上班之处所大声怒骂 并捡起地上石头朝前妻自小客车丢置 那造成车辆前后挡风玻璃及前引擎盖及右侧车身毁损 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确定被害人前夫情姓男子下手砸车 随即通知道案说明 证讯后依毁损恐吓等罪嫌寒送地检署侦办 此外警方同时协助被害女子申请保护令 以保障人身及财产安全 记者许立琴花莲报道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